好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我们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 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我想这两天可能大家都有听到 我们节目的新闻当中 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全国都在阻诈 然后动起来了 但现在的确是有一些麻烦 也就是到底诈骗的人多 还是一般需要用钱的人多 这大家真的要思考一下 那现在对于这个银行 要防止诈骗 然后对于这个提领的一个方式 有一些改变 还有信用卡的权益 也都在缩水当中 你可能最近都会收到一些单子 像我都有收到了 那信用卡的权益缩水之后 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这个时候就会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会请到专家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有看到一些 这个数位存款账户 那每日的一个提款的限额 是有限额的 那当然会造成一些 真正需要转账的人 或者是有生意上往来的人 是不方便 但这个银行希望把这个价格 一直往下当的原因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样的诈骗 至少的金额是可以下降 但这不是一个好方 我都觉得应该要 这个重罪 重罪才可以 让这个诈骗集团 真的是很害怕 不过 今天也看到新闻 也许待会有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有人的女婿 就是 这个也变成 这个诈骗的车手 到最后也是轻轻放过 所以在台湾 其实有多少的问题 就在于你轻轻放过 大家就没有放在心上 所以诈骗一样很多 一样很多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来谈到的是 银行端的一个数位账户的问题 还有信用卡 信用卡权益的一个缩水 应该做怎么样的因应策略 好 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请到大家很喜欢的 陈丽清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谈一谈 大家都会觉得 经济没有那么的一个景气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 也都转买了 二手的衣服 二手的鞋子 二手的包包 好 那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店家 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市集 那怎么样在二手市场当中 掏到宝 好 待会有一些诀窍 跟方法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当然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也会请陈老师教大家 你把你的旧衣服改一下 改一下 然后呢 就可以这个变成 这个新时代 这个很潮的一个衣服了 那要怎么样来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因为我们又不会用缝纫机 又不会缝一缝 简单的一个修改 能够让自己的旧衣服更有形 我想待会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示范 所以我们在两点二十分的时候左右 那么也会有这个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广播跟直播 我记得那天我们访问那个荷安石的时候 他说他穿的是奶奶的那个旗袍 他就说觉得很好看 然后改一改 我也真的觉得韵味十足的 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些旧的衣服 你能够改到自己适合的衣服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两点二十分的时候 一起锁定一下我们的广播跟直播 那么今天的本日之最啊 要跟大家来提醒了 大家现在啊 真的是手机不离声啊 好那不管是你要联络事情啊 又或者是公事一堆啊 你总是盯着手机看的 可是你盯着手机看啊 你真的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这是什么问题呢 是你面无表情 脸部肌肉萎缩 而且会让你觉得很口臭 然后又很显老 为什么 为什么 在日本的媒体 他们已经说 有一些研究了 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 一般都是没表情的 你怎么会对着手机 那个有啦 其实我在捷运上有看到 老人家呵呵呵呵呵 可是说实在的 他都不带耳机 然后就放出声音 我是觉得蛮不好的 之前有人在捷运当中 就有一些争议嘛 就是说 你都为什么要强迫我 去听你的声音啊 然后当然老人家就说 我不小心滑道 我不小心按道的啦 那总之啊 就是我们看手机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没有表情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咀嚼机跟表情机呢 就会很僵化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一直看手机 我们头是往前的 然后那个下额也是往下压的 那这样也会造成 我们脱衣量减少 口腔内的坏菌 就会增加 所以其实坏处多多 我提醒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但天气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了 我们在这个礼拜都很担心 这个台风天吐 然后就担心说 礼拜四 礼拜五 会不会有一些台风的问题 那么造成我们节目 那个来宾到底能不能来 或者有没有停止上班上课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天吐台风 但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台风就要看台风野 结果他们就说天吐的台风 其实是非常细小的针野 也就是它非常的细小 那这个底层 这个台风的底层还在巩固当中 那巩固之后 其实这个强度有可能会到中度台风 中度台风 所以呢 这个台风的一个台风野已经出现了 不过就是细细小小的 那现在看到 就是说这个台风很奇怪 因为它的这个弱风切跟高海温 还有高海水这个条件 那么让这个台风是不是有机会挑战 今年第六个强烈台风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这个台风呢 在清晨5点30分的时候呢 已经发布海警了 那么今天晚上就会在8点40分左右 发布这个路上的一个警报 总之啊 这一次应该是在明后天 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所以像花莲台东啦 蓝雨绿岛啦 屏东是很有机会接触到 这个暴风圈的 那么这一代可能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了 好另外呢 我今天有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嘛 也就是我们待会也会谈到银行 那么要打炸 要这个自救 所以之前有赵丰银行联合很多的一个银行 就是要暂停投放广告 给一些这个实名制都执行不好的社群平台了 那现在也看到数位部 那么也有反应了 说平台的一个实名制的广告 要在明年的元旦就上路了 那要求高风险的广告客户呢 开始有实名制 要纳管 有罚则 那当然啦 看到诈骗这么多 这总算是又往前这个 迈一步了 就是说你今天是谁登的广告 谁登的广告 那你就要负责的 可是说实在我刚刚也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位 大家可能其实都很熟 其实这新闻都有出来 一位不用避讳 民进党的前立委的这个余天的女婿 那他自己就是有涉嫌当诈骗集团的车手头 然后呢他跟这个八名共犯 然后多次就是行诈 然后诈了很多钱 然后呢他因为跟被害人和解了 所以他判处两年的徒刑 缓刑五年 所以民众就质疑说 哎迷人都可以拿钱来换刑责嘛 你这刑责一点都不都不中 所以这个诈骗集团 为什么能够在台湾 做过这么盛行 我们现在还有车手头 还有集团打手 有机房的客服 还有律师 那么在协助幕后的一个指导 这根本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那现在看到了 其实那个这一次的一个 这个诈骗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那个警方也有想说 哦这个首脑 哎到底是谁 然后他们分层 好来这个负责 那你说 你能够说你设事卫生吗 八尺门 你也没有去看 对不对 当车手的 你连电视都不看吗 好 你你既然能够用这么轻 呃 就说哎 他他未经事事 他什么都不懂 他就可以轻轻的一个 呃 放过了 不过说实在的 我觉得 真的太轻了 太太轻了 你对照于 就是在 你说日本 呃 或者是中国 你看以前台湾多少 那个诈骗 那个集团 多怕是送到中国去 因为那刑责会 会很重啊 其实日本啊 日本对于 这个诈骗的一个判决 现在也是 也是要很严重 因为他们发现到说 从去年刑事警察局 跟日本警方合作之后 就发现到说 根本就有很多是年轻人 所以他们也对于年轻人 做这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了 那台湾的法院 判这个车手 大概就判三个月 五个月 顶多一年 还可以一颗罚金 就是你有钱 你就有缴钱 都不用坐牢 所以 我觉得有 有一次 我有一个 很好的 这个人生导师 钟姐 他邀请我去 那个监狱 去做一些辅导 工作的时候 我曾经也问他一句话 我说他们都坏人 为什么我要去监狱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在监狱待的都是没有钱可以交保的 你看有钱人都可以交保出去的 他们是最没钱 没势力的人 然后要怎么样能够协助他们 再回到人生的一个主要的轨道上面 我那一刻才知道说 这人生真的很不公平 对不对 有钱人 当然就可以 低咖米山 对不对 可是没有钱人 你就继续蹲吧 所以看到打炸 这样的状况 我今天还有看到 有人投书 他就说 他在两个月之内被骗了 就是股票投资族群 也被骗了千万元 他自己是一个公务人员 然后呢 他就说 那个诈骗集团 真的是很多的一个话术 比方说你赚了钱 他就说你要交服务费 才能够把你的获利三千万 然后他就拿回来 所以他会教你去怎么去带高利贷 还跟你讲说 为了家人 不要说你筹不出钱 然后呢 你赚这么多钱 你也不要跟你同事朋友讲 因为人家会筹付 其实都是让你 就是默默去做这些蠢事 然后呢 不让家人知道 不让这个朋友知道 然后他说 其实他老婆一开始就会知道 那是诈骗 可是他身陷其中 到最后真的是来不及 所以真的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诈骗非常非常多 我们国内的刑罚 其实是很浅的 所以还是会盛行的 自己要这个自求多福了 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 那么今天包括台积电 红海表现的都比较弱势 所以台股目前我看到的是下跌 130点 那么还没有收最后一盘 那么到底今天的盘面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那后市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呢 我们就要连线的是 万宝投顾的执行长 赖建成赖执行长 执行长你好 一分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玩 你有没有看到郭董 那个一干净动就给小费50万 你还有钱啊 那他怎么不给股东一点甜头嘛 这么有钱 等一下开法说会嘛 对啊 那今天也不给力啊 他现在不是董事长啊 他要找刘董啊 当然下午的一些法说 未来的展望性呢 还有业绩的公布呢 当然就会影响到 后续股价的一些变化了 我想当然今天盘市 还是一样都不稳定 虽然昨天美国的 通膨数据符合预期 联总会下个月 应该还会继续降息的几率 还蛮高的 但是最近看到科技股都很弱 那我们看到 美国的四大指数里面呢 前不久创新高的 有包括了道琼 S&P500跟纳斯达克 就是没有非凡指数 大家就很清楚了 非凡半导体这一块呢 确实加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的台北股市 跟非凡的联动性呢 关联性呢 又是超级高的 所以可以看到出来 台北股市就没有办法过高 当然这里面呢 最大的原因在于 今年涨很多的台积电呢 最近呢 业绩很好 这个法人也调高目标价 但是股价就是不涨 就反倒是出现一个 转弱的情况 那今天但勉强收到平盘 但是呢 距离高点呢 这个1100块钱呢 确实呢 没有办法来做突破 这一次呢 最高也到1090 没有突破 10月初的高点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呢 外资的态度 影响到台积电本身的股价 当然呢 有很多因素 不管是政治军事 或者是呢 台美之间 中美之间 所谓的科技战 关税战 未来就是大家很担心的 但是不管如何 我觉得当然台积电影响程度 业绩这些方面影响程度 我觉得短期间没有办法 这个去消灭掉了 但是我也认为说 没有来得那么大 为什么大家会很担心 外资又在卖它呢 对啊 外资又一直把它当提款机 对 为什么 大家去看一下 期货 台外资在期货的进空单 有那么高 前几天还有5万多高 虽然这几天有回补了一些 但是呢 确实看到了 外资的进空单非常的多 那我也做过一个统计 台积电呢 从7月份以来呢 占上了1000块 总共有三次 一个是7月中旬的时候 然后9月下旬 然后10月份以后呢 一直到现在 每次台积电到1000块以上之后呢 外资的期货空单 就拼命的增加 你知道了吧 1000块就影响 一档就影响指数波动很大了 所以呢 来回之间呢 当然就是造成说 我们今天盘中 一样指数的波动很大 那早盘呢 是主要来刹车止跌 但是呢 拉上去之后呢 力道上又不足 因此呢 这个其他的中小型个股也好 或是其他周边资产也好 就力不从心了 你看今天OTC又跌了一点 一帕多以上了 就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整个盘面上 气氛就没那么好 你看长龙阳明外海财报那么好 就是不涨啊 对啊 这个当然关系到产业景气的问题 只有航空股 一早还有一些表现 当然电子股里面呢 我说实在的 AI这一块领域呢 还算稳定 今天轮到哪里 散热 今天双红是涨停板的 骑红 建策 建准呢 这些涨幅都超过3% 就比较不受影响 那毕竟呢 NVIDIA的股价的市值呢 是目前是全球第一了 代表AI的趋势 时代是存在的 那我想 但是AI族群里面呢 在轮动 那前几天呢 在涨备用电池嘛 BBU嘛 涨多了之后呢 今天就有些个股在震大 所以钱又跑回到 散热族群身上 所以我们怎么去 我想AI是一个大趋势 它这些很多领域里面呢 它就轮动 如果说几涨的个股呢 你可能就不要追 你可以尽量找一些 整理过了 或许就会比较有机会 但是这个问题呢 最大的台股 能不能刹车止跌呢 问题还在台积电身上 还有外资身上 所以外资的期货空单 能不能一直减 那台积电的股价呢 是不是就 外资卖的过程中 跌不下去了 我想这个反弹的空间 还有力道上 才能有机会转强 神达怎么这么强啊 第一个 它的财报有转机性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季 这个业绩面公布出来之后呢 确实表现还不错 那这个上半年的一个EPS呢 之前原本是1.49 但是光一季度呢 就快一块钱了 所以呢 业绩有一个成长了 那再加上呢 机息也比较低 从最近的股价可以看到 有一些转机性存在 那这个法人也很共襄胜举啦 所以今天又涨停板了 对 特别明显啊 对啊 而且量有22万张 那我想这个例子很像什么 其实最近有些 很多老牌的一些电子股 它可能都没有涨到 但是我有业绩啊 这个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一直以来年中开始呢 鸿凯不是就这样吗 那最前不久 有一档股票叫鸿准 它也是这样挤啦 对不对 那现在换神达 这些老牌的一些公司呢 我说实在的 我又有赚钱 我股价没有发动到 那当然就会吸引到 一些买盘来做一个推升啊 毕竟呢 他们的股价不高 所以呢 这个大家追逐的力道上 就会稍微比较激烈一点点 所以这些个股呢 应该到年底多多少少 跟集团的拉抬 也有一些关系啦 所以啊 你说集团做账了 对对对对 配合他自己的基本面还不错 所以呢 股价当然就会获得市场上的一些青睐来做一个推升 所以我想整体来看的话 类似这种集团做账的部分呢 能不能延续到12月份 我想几个电子集团呢 应该是关注的焦点 哦 了解了解 好 非常谢谢我们万宝投顾的执行长 赖建成赖执行长 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看到刚刚加权股价指数呢 已经收盘了 那么指数是收在 22,715.38点 下跌144.85点 成交金额呢 是3,996.55亿元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分析嘛 因为年底有一个作涨行情嘛 这个作涨行情那就看 这个续航力可不可以延伸到明年的元旦嘛 元旦这样的一个行情 因为这是一个财报的一个空窗期 那这样是我们现在关注的一个焦点 好 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我们跟大家来谈一谈啊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关注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金融的诈骗很多 然后有些银行呢 就开始把那个没日铁款的限额下降 或者是之前大家都知道你有去转账 如果是非约定的一个转账的账户的时候呢 哇你的限制又一堆 那现在还有金融卡 你持有的一个信用卡 你的权益很多都在消失当中 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他以前告诉我一句话 电大就会欺客 你自己就忍着点吧 好我们进来谈这些问题 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是卡优新闻网的总编辑周湘台 这个周总好 是 韵芬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你一来我就跟你抱怨嘛 我说金融诈骗这么多 然后那个调降那个美日提款的一个金额啦 然后有一些非约定的转账的一个账户 你要转账啊 你可能要 要要要要要转好几次才有办法把要钱的钱转出去 这很麻烦啊 到底是诈骗的人多 还是我们今天要正常转账的人多啊 应该这么讲啊 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案实在太多了 那所以说政府呢就极力的在推广这个部分 那减少这个诈骗或抓诈骗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从这个总量管制的方式 就像转账的金额啦 然后然后有这个提款的金额来来做限制 因为很多的人都会 因为这个转账的金额如果越来越高的话 或者是过高的话呢 就会产生的损失就越大 所以它调降下来的话呢 然后让它的损失变少 那么有一句话呢 就是我们以前常讲保密防碟嘛 现在其实要做的是保密防害 保存自己的密码防止害客入侵 然后呢 小心诈骗就在你身边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随时注意的事情 对可是我跟你讲 这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我就刚跟你讲嘛 说媳妇坐月子 我要去转账 当然他不是我的约定账户嘛 因为毕竟媳妇嘛 对不对 那时候还不是嘛 那我当然是转给媳妇 不是转给儿子嘛 可是他就跟我说 为什么要转这么多 我就跟他说 你知不知道坐月子一天要多少钱 对啊 现在坐月子真的很贵 对 就是说他会问你800个问题 那我很体恤他们 可是我会觉得 这真的造成我们 真的真的时间很赶的人 真的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说银行要这样做 要限制大家转账的一个金额 你又不能够重罚 去罚那些金融诈骗的人 然后你还整死这些老百姓 其实我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案例 他是这样 就是说有一个银行看到一个人要来转账 然后这个行员就苦口婆心 好说歹说 就说你这个可能是诈骗 那个人就不相信 后来警察来了 然后跟他解说之后 他也认为这是诈骗 结果这个人就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 后来警方那边传出来说 这个人到别的银行汇款溃走了 所以说有些人 他就是我们已经这么关心他了 然后这个银行的行员 就这么小心帮他守住钱了 可是他还是这么样的 这个敌死不愁 然后坚持的就是要把汇款回出去 然后造成的损失 然后之后再骂那一家银行 第二家银行说 你为什么没有帮我拔持住 第一家把你死圈活圈 你去第二家 对就去第二家就转走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来讲的话 像国泰世华来讲的话 他就将数位银行的 非第三类的这一个 这个ATM的提款下调 什么叫非第三类 这个是有趣的 这个是指数位银行 就是数位账户的部分 那数位账户 依照他的安全等级 然后我们认证的方式分为三种 第一种呢 第一类呢 就是要用自然人凭证 或者你自己到这个银行 去办这个数位账户 这是第一种 这是没有存折的是不是 都没有存折的 但是有金融卡 没有存折的 然后第二种呢 是这一个 自己的 就是说你已经是 这家银行的客户的 存款客户了 然后在线上加办的 这是第二类客户 那第三类客户呢 刚才讲的非第三类 就是前面两类 第一类跟第二类 那第三类呢 就是他行的客户 然后存款客户 或者他行的信用卡客户 或者是本行的信用卡客户 然后在线上办这个 这个数位账户的 所以说呢 一旦来 这个三个来讲的话 等级最低的就是 第三类账户 第三类 对第三类账户 那第三类账户的话呢 现在的 大概来讲话呢 每天的这个限额是十万块 提款的部分十万块 那这次来讲话 原来单权等级比较高 是第一类跟第二类嘛 那第一类跟第二类来讲话 现在下调 从二十万下调到十五万 对 所以说这样就 就是刚才讲的 提到就是从总额管制 你每天可能会被诈骗的金额 就会下降 但是呢 当然也就像刚才 韵芬姐讲的说 会造成这一个 大家正常人使用上的不便 但是有时候回头想一想的话呢 能够帮助这些人 不要被诈骗 也是一件好事啊 我跟你讲 现在诈骗集团更厉害 他叫你面交 面交这个是很早 很可怕 那现在 现在的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连银行都束手无策 甚至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帮助这个 这个消费者的一件事情 他能够帮助的很少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在转账的时候 不是有个OTP吗 信用卡转账的时候 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 他会有个OTP 所谓OTP就是 One Time Password 就是你一次从你的手机 传一个简讯给你 你要输入了简讯才可以 输入了简讯才可以 然后 可是呢 就有一些人呢 中了这一个诈骗的计谋 然后就告诉他的 这个OTP的 这个简讯的密码 就是把这个认证码的告诉他 然后对方呢 就在线上直接 就把你的这一个信用卡刷掉了 然后你这个来讲的话呢 依照国际组织的这一个认证来讲 这个认定来讲的话 因为这是出自于你自己 你自己 而且是没有经过 不是非你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不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是你知道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不能称为盗刷 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 你就算你也没办法举证说 我是被骗的 或我怎样的 其实 对就是对 然后即使你举证是被骗的话呢 这个已经变成是诈骗案 而不是国际组织认定的盗刷案了 就是第一次说 国际组织认定是在不知情之下 所产生的这个尾茂交易 才是他们认定的这个盗刷 然后可以列为争议款 连这个连列为争议款 到时候成立的机会 资格都没有 资格有 但是呢 你都可以认定的争议款 只要觉得有问题 都可以认定的争议款 到时候可以成立 成功过关的 少之又少 哎呦 你听到这种结论 我就觉得好难过 少之又少 对之前 你把密码透露给人家 人家就把你刷光了 对就是十几万 二十万这样被刷掉 然后甚至 甚至投诉无门 然后银行也 也只好做一个方法 就是说 让你分期还吧 哎呦好惨哦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是 卡优新闻网的总编辑 周湘台周总了 他刚刚广告时人讲说 数位发展不应该给我一百万 哈哈哈哈 对我们这样一直帮他们宣导 对帮我们推广 什么钱都没给 其实这个是打击这个诈骗人人有责 对啦 对诈骗真的太多了啦 然后就现在我们要从一些 这种金融诈骗的一个状况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跟分析 所以刚刚也提过 如果你有拿到这一次性的一个密码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是 对啊 你就自己刷你的卡 你卡片不可以给别人 提款卡也不可以给别人 你钱也不可以给别人啊 面交都不可以的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最近大家都有感觉 金融卡的权益缩水 像我就收到好几张那个权益变更通知书 那管你不同不同意 反正我就寄给你了 他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尽管会规定在60天前的时候 要公告这个权益变动的部分 所以最近大家都收到这个 从明年开始 就会有很多的变动 然后有些呢 是它是属于活动式的 它就是明年1月1号才会公布的 那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还在收集资料 然后最近来讲 变动的部分蛮大的 就是包括像这个LivePay 所以LivePay的有一张卡 它的这一个权益 把这个LivePay剔除在外了 所以说呢 造成大家呢 开始又来找说 我要绑 LivePay要绑哪一张卡比较好 对像LivePay 大家就想说又要上市嘛 对不对 对对 大家都准备要抢那张股票 这样 那其他的营运相当的不错 所以说大家都很用 很多人去绑那张卡 然后现在大家都还在找 这一个部分 他没有绑那张卡 就是原来 LivePay现在 因为我没有 我就泄露了 我没有 现在LivePay来讲的话 就是有LivePay点数的 包括了像最早的是 这个中国信托LivePay 对对对 中国信托 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 富邦的J卡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 联邦的LivePay点卡 然后最新出来 对然后最新出来的 永丰的这个大卫卡 这些都可以 都有这一个LivePay的这个点数 所以说呢 LivePay的点数又好折 对到处到 到这个所有买东西啊 都可以直接 你有吗 你有吗 有啊 我平常都用 哎呦你这么年轻啊 因为我看年轻人就是吃饭的时候 就拿那个什么LivePay付一下 哎这是LivePay付还有LivePay分账 哦LivePay可以分账啊 对LivePay分账 其实LivePay不是用LivePay分账 它是用这个LivePay一卡通 一卡通直接分账 就是直接我们用手机就直接分账 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金额是 一千块钱一个人分 我们只有三个人去吃 一个人要分多少 333 那你要拿我400块还拿我300块 那就困难了 没关系我们就线上转账 就因为大家就333直接分了 哦这样子啊 对就谁也不吃亏 不然的话一个人给 就是330又不好意思 给350又没零钱找 对给400又太亏 对就是就是线上的直接转账 像年轻人都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这个LivePay卡通 在这个转账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的金额非常的高 我都没有 可是我也有好处 因为别人就把他付掉了 你又有人把你付掉没问题 我还可以线上这样子分拆啊 就这个已经很久了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直接分账 那这个来讲的话 除了吃饭之外 还有就是公司的团购 以前都要收钱啊 或者订便当啊 大家都要收钱啊 不用我LivePay给你 我怎么转账 我有听他们讲 我LivePay给你 对对对 我LivePay给你嘛 对不对 就这个状况 跟几年前我们在谈说 中国大陆都是这样 为什么台湾没有 那其实现在台湾 已经非常流行 这样的一个模式了 那你是用什么卡 你说现在吗 LivePay那个 LivePay的 我现在像大卫啊 J卡都有 富邦的J卡都有 都有啊 对都有 就是看看状况而定 对 然后就是看哪一家的 现在福利好 我就就绑哪一家 对 然后通常来讲 我会把那个 可以折底把它打开 所以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非常有感 就是说 就是说我 我本来是要一百块了 他可以折三十块 我就折三十块 甚至我如果一百点的话 我一百块的东西 我可以完全不用付钱 零 零元 对 就是东西拿来就可以走了 不用付钱这样 那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现在LivePay 会相当吸引人的 这个状况 他的 他现在的使用人数 有1240万人 270万人以上 很多人 对 所以这个已经成为 全民的支付工具了吧 所以你办卡 一定有目的性啦 对不对 其实 办 所有的卡片 你在做一件事情 都有目的嘛 对啦 即使你现在 无缘无故办了一张卡 可能是朋友 来邀你的 像孕芬姐 常常这个人情卡 对不对 没有我听你的 我现在卡片很爽 没有卡片要多 对 因为人情卡来讲的话 它也是一个目的 去帮助朋友 可是有一年 你有跟我讲 就是说 其实卡片少一点 要成为那家公司 VVVIP 他才会拟你 不是 卡片要 你要有时候要专注 集中在刷一张卡上面 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现在来讲的话 这一个银行 已经有 现在有一种情形 就是说 他希望你 用卡都在我这边用 不要再花其他的 不要再办其他的卡片 变成我的专属了 那这个来讲的话 他们现在创造一种叫做 权益自由选 就是像现在目前来讲 有三张 三个三家银行 一个是 古代世华的Cube Cube卡 然后还有这个 台新银行的 太阳玫瑰卡 还有玉山的 UNI卡 好 这个 这三个来讲的话 都是可以自由选 就是说我今天 今天就要 在吃饭的时候 我刷着 刷他 然后呢 可是我本来绑定的是在 在旅游 或在购物 我可以当天晚上换了之后 我这边就可以得到3% 甚至到3.8%这样 然后所以他的 他的优惠呢 是 是目前来讲 大家都在使用的 但是他也有 友好 当然也有 有这个 弱的部分 弱的部分就是 他限定在指定通路 那没有在指定通路的话呢 他只有0.3% 所以这个来讲 就做了一些平衡这样 那现在还有没有卡片 是需要年费的 很多很多 那还是啊 我以为不景气 大家都会不喜欢 这样的卡片了 其实 这个要看 要年费的卡片呢 通常来讲 就像里程卡 航空卡 然后还有这一个 那你要常出国啊 可以顶 就是很多人会办 例如有一张叫做 新展的飞行 世界知己卡 世界知己卡 就比世界卡 还要在顶级的卡片 叫世界知己卡 那这张卡片呢 来讲的话呢 他的 他的进入门槛 就是申办门槛不高 年薪只要22万 那等于说呢 只要有那个 基本工资的 都可以办这张卡 可是他的年费 要2万4 哇 然后而且不能折底 所以说呢 可是这张办的还不错 而且他是金属的卡片 所以说呢 质感非常的高 他你知道 只要 你只要付得起 2万4的话就可以 那你说 那为什么我要 付2万4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他 他就可以直接 第一个是 如果你手刷在 这个 5万块的话呢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怎样 5万块的话呢 他就送 对 5万块的话呢 他就直接 送你 3万5千分 等于说是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等于就是 可以飞 飞这个东京啊 或者是亚洲 来回了这样 所以说他那个 来讲 比你 就是说 再加上他的雷点 会比较快 所以说呢 很多人会办哪一张 然后还有机场接送啊 什么的 然后这是很适合 刚才讲的旅游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像 新宇有一张 就是玉山的 新宇航空的 这个世界知识卡 也是要年费啊 他要10万块 不过他一直邀请制 邀请制 对 就还不是你想办 就给你办 对对对 你想办还办不了 哎呦 就有那种尊贵感啊 对 那其实尊贵感的还多了 就是说 他们现在来讲呢 银行的思维 已经从过去的这种 普发 改换成了这种 你对银行的 贡献度高 连结度高的 我给你的回馈更多 所以你只要是 财管客人的话 我给你的回馈更高 有有有 这一定都有的 那这个现在银行 都是很现实 第一个要清呆卡了 对不对 第二个尊重一下 你的VVIP了 有财管客户的 待会我们来谈一谈 我们最喜欢的 现金回馈卡 我觉得这是一般 中产阶级 最在乎的一个 卡片的一个种类 我们待会好好 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里是来 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好朋友 卡优新闻网的总编辑 周湘台 他刚刚就跟我讲 你给我一张纸 我给你带这么多资料来 我就很感谢你 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台湾其实很重视 我也问过那些年轻人 他们很重视现金回馈卡 那现金回馈卡的话 你现在帮我们整理一下 你有没有比较推荐的 其实应该这么讲 现在现金回馈卡 这个已经流行了十几年了 然后最主要是因为 过去的红利 红利点数呢 是我消费三十块或二十五块 然后就可以累积一点 然后一千点可以换成 这个六十块钱 中间转换的这一个机制呢 让大家消费者觉得很麻烦 对 我几千块才有六十块 不是几千块有六十块 是刷三十块累积到 累积一点 然后等于说是 要一千点的话 就是要刷三万块 三万才送你 回馈你六十块钱 那等于说平均来讲 它就是0.3%左右 那后来就有银行 推出来这个现金回馈的方式 从0.5 0.6 然后到1%到1.2%这样 然后呢 到现在来讲啊 都有3%的这样 然后可是呢 有3%的 之前还甚至还有更高的 就是他在做回馈 或是新卡上市的时候 到6% 7%都有 但是那个迅速就又回来了 大家讲说权益缩减 那其实他只是回馈正常 就跟我们股票一样 突然间飙上去 但是他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你好会形容 对 没错 这样我们的听众就很多会了解了 所以说以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 过去银行在做这个现金回馈的时候 越电越高的状况之下 它就会对于 它就直接折体上单 所以对银行来讲的话 就一翻两瞪眼 我随时就要这个钱 就要准备和让你扣 好 那可是呢 现在银行发展另外一种模式出来 就是所谓的现金点的模式 它同样的是给你类似红利的这样的概念 就积分的概念 积点的概念 但是呢 它是用这个消费金而乘上几% 就跟我们现金回馈是一样的意思 可是这个点数呢 你可以做什么 可以折体账单 可以买它的服务 可以做兑换商品 它的服务的项目就越多 而且消费者的运用的弹性就更大 例如说我可以留着 我不要换成折体现金 对不对 我这换成这个 累积到一个金我可以换里程 我可以换其他的服务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银行的思维已经变成这样了 例如说现在有发展出来 像什么国内市华的小数点 然后这个玉山的ePoint 然后台新的台新点 类似像这样的模式出来 那其实刚好这三家 刚好就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权益自由选 所以说呢 它可以到最高可以到3.8% 像说台新的那张太阳玫瑰卡的话 国外刷卡就是3.8% 那以前来讲的话呢 像是我在国内来讲的话 我以前会刷这个新展的 Eco的那张卡 就是从华企银行转过来 新年会会转过来一张卡 那国内来讲就有2% 算是在这一年 各家的调降之后 它算是不错的 但是明年来讲的话 也是要大幅下修到1.2% 那所以我也在找说 下一张是哪一张 那它调降以后 你会把它捡的吗 不会 通常来讲 因为有时候 你认为它现在不好 但是呢 有时候跟你讲的 这是有所谓的比价作用 有些来讲的话 本来是3% 它就调降到2% 那你原来是1.2%还不够 但是有一天 它可能调降到1%的时候 你的1.2%就浮出来了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反而好用了 所以我现在还在看明年1月1号 还有哪些银行要再调整的 包括可能大家最常用的什么 富邦的J卡啦 这些来讲都可能会再做调整 那个有可能是会调低的基金 调得更不好耶 权益更不好啊 当然当然也有 未来当中也会有新卡出来 然后会给更高的优惠 因为它就要吸收吸引这个办卡嘛 也会有这个更好的权益出来 那时候大家再来换卡 那当然如果你这张卡 如果一年都没有用的话 那还是劝大家就把它剪掉 没有关系 然后其实银行也在做 刚才提到清呆卡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一年没有用 或者是你一年都没有开卡的话呢 当然银行是有权把你停卡的 现在来讲 其实这各家银行都在做 最近只是说 谷泰世华跟永丰 他们已经有公告了 那其实各家银行 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一个程序这样 然后再来呢 就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影响 就是中国信通 它最近发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呢 明年如果你的这张卡当中的 悠悠卡 或者是一卡通 或者iCash 都没有使用的话 就是卡片它会附加这个功能嘛 对不对 然后说没有使用的话 一年都没有使用的话 它下一张发给你的新卡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个电子票证的功能了 那这样对于银行来讲的话 会省很多很多钱 是怎样 晶片的钱吗 不是 因为每一张卡 里面只要附加这个电子票证 就要附给 例如说Yoyo卡 就要附给它钱 每一张发卡的时候 就要给它 这50到100块钱的 这个回馈金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你这张绑了 这张这一个 就是里面有附加这个卡片 这个电子票证之后 你的刷卡金额 不是 不是这个电子票证的 使用的金额 是刷卡金额 到达一个 激数的时候 一个激数的时候 你就要提拨钱给 Yoyo卡公司 Yoyo卡公司赚这个啊 这个是他们最大的收益 对 所以 只要这样来讲的话呢 我把这些 Yoyo卡的这个 这个缩减下来的话 是不是他们的这个成本 就会下降很多 对对对 这个就是 现在 中国信州开了第一枪 那我认为 未来当中 各家银行都会跟进 有有有 我以前也是用那个 低银行的 然后有Yoyo卡的 那因为我觉得 Yoyo卡我常常忘了去除值嘛 那如果你是信用卡 它其实会 你要 自动加持 它自动帮你加持嘛 后来它也是来一封信 就跟你讲说 没有 我们现在没有Yoyo卡的功能了 那我就乖乖去 Saven买一张 Yoyo卡 Hello Kitty 其实 现在的 现在的信用卡来讲 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附加了 附加了这一个 让你可以自己选Yoyo卡 我没有 大部分的卡都有 除非那种 非常顶级的卡片 我黑卡没有 你每次都喜欢笑我 我那个真的没有 所以来讲的话 对银行来讲 会有这个好处 但是对刚才讲的 就是电子票子公司 就是电子支付公司 就会有很大的冲击 因为这是他们很主要的获利来源 对 这是我认为未来当中 还会再有一波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 因为银行真的 现在真的精打细算 因为信用卡真的不好赚 对 但是如果信用卡不好赚 但是为什么银行还要去推信用卡 甚至推移民卡 例如说最近来讲的远东收购卡 就由中国信托来负责发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个包含了他们的策略 甚至他们的这个形象 都包含在里面 这有时候有一些 有些不同的思维在里面的 对 而且我跟你讲 我可以收多少的客户名单 对不对 我要做理财 对 对不对 做贵宾的话 这个接触成本算相对低的 三大的部分 一个是刚才讲理财的部分 保险的部分 贷款的部分 所以这几个都是银行获利的 如果你的这个银行 没有这个能力 去做这一个所谓销金的部分的话 例如说中后端班的 尤其像一些公股银行的话 他们其实在来年的话 这几个都会变成一个状况 就是比较不重视信用卡 反而他们比较重视的是法金 就是法人金融的部分 现在还有比黑卡更厉害的吗 没有 因为年费它还是最贵 对啊 你刚才讲过还有邀请制的 对对对 那其实包含这个黑卡 其实都是邀请制的 就所谓的黑卡就是 那个美国运通的黑卡 那这都属于邀请制的 所以那还是要付费用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阶层的人 在使用的 那一年的年费16万 哇 哎呦 人家给小费都给50万 今天大家讨论最多 对对对对 我想说 这现代人会带现金在身上吗 因为我看费用传给我的影片 是真的掏一笔钱出来 他有秘书吗 哦 我会自己放在身上 对对对 我想说 50万嘛 很重的 对对对 他会讲说 秘书 50万 哦 我们就只有带信用卡而已 就薄薄的几张了 好 今天把这个金融的问题 跟信用卡的这个资讯分享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受用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卡优新闻网的总编辑周湘台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